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 休勒特 约翰逊和夫人 毛主席同约翰逊博士和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 6月18日接见在我国工作的桑吉巴尔专家 米姆阿里和夫人 毛主席同米姆阿里和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6月21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马里负责计划和财经事务协调国务部长 让马里柯奈和他的夫人 以及由他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团员 周总理同柯奈部长等马里贵宾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冯建 从1953年高校毕业后就参加了农业生产 1958年他被保送到湖南农学院学习 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农村 在长沙县高塘岭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当技术员 农建坚持从社员一起劳动 认真研究农业技术 决心洪在农村 专在农村 为农业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广明 原来是哈尔滨车辆厂的工人 1960年被提升为这个厂的工程师 工人出身的工程师苏广明 一贯保持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 他不仅自己搞革新 还经常深入车间 帮助别人搞革新 耐心地培养新工人 只要对提高生产有好处 苏广明都乐意过问 几年来 他先后帮助十几个兄弟厂 解决了一百多个技术难关 在他的帮助下 哈尔滨红砖文教用品生产合作社 克服了生产大头针废品率高的现象 提高了产品质量 广东省阳江县海陵岛附近 每年清明前后 都有大批马骄鱼到前海产卵 围捕马骄鱼 是海陵公社的主要副业之一 围捕马骄鱼的活动 像是一场紧张的战斗 钩鱼首要具备 首级眼快的钩鱼本领 一网马骄鱼 必须在三五分钟内全部钩完 否则 它们就会破网而逃 马骄鱼 马骄鱼是鱼类中比较名贵的一种海鱼 鱼肉鲜美 每条鱼的重量平均都在二十来斤上下 太湖上成千上万的渔民 用他们辛勤的劳动 常年累月的捕捞鱼虾 今天 宜传被当作化妆台 江苏省歌舞团和曲艺团的演员们 给渔民们送来了歌舞 三条渔船连在一起搭起了舞台 蓝天和桂桿坐不紧 湖上歌舞 别有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渔民演出 为工农兵服务 演员们演得生动自然 渔民们感到格外高兴 河北省大明县 前照顾公社 前照顾生产大队 1963年 遭受了特大洪水的灾害 社员们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 依靠集体力量 迅速地重建了家园 恢复了生产 今年 获得了灾后的第一次好收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卖收期间 干部和社员 由于回忆了灾后国家和兄弟地区人民的支援 劳动热情普遍高涨 更加珍惜颗粒小麦 力争做到 地里不丢碎 路上不掉粒 把小麦收尽收好 晒干阳净 提前完成国家争够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店 Merci